通过这件事都觉得 他特别幼稚 你知道吧 而且最关键一点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事 我都觉得吧 他是那种当着我面一套 背着我面一套 就是因为我俩在一个公司上班 他现在是刚起步 一个月开了三十千块钱 不够自己花的一个月 回来我就把公司卡一卡过来了 卡过来之后 卡过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他点生活费都行了 就是他的钱你管 对啊 他眼也借了 是吧 也跟朋友少喝点酒 除了就是平常买点 这个其他零碎的东西 我觉得没啥消费了 别乱了 我也是卡了之后 我俩攒着 是吧 以后了那个 可以说好好地过日子嘛 他就办一件事 就是前日的世界杯嘛 他非得看球 看球 看球 不是都买了个 那个弄个童永怡过来了 后来我知道他是买的 咋知道呢 就是我抠着看他微信 跟他妈聊天 哎呀 我媳妇把我钱都我花了 然后那个 我媳妇要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我要要钱 他就是这个 把童永怡 那我没有钱呢 我只能跟我爸我妈要啊 就是办法 童永怡能帮你干啥呀 童永怡啊 童永怡能帮你发家支付吗 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好 我就喜欢买 那你不过钱 我只能用自己的办法 对 你知道吗 我就还抹黑了我 我还没见过他父母 不是 钱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在我这儿啊 那是事实啊 没抹黑啊 他跟他妈说 我把他钱都花了呀 我没花呀 没花攒着呢 是吧 对啊 他把我抹黑了 那你说 婆婆对儿子媳妇的 这种看法那挺重要的呀 不是 还不是儿媳妇呢 对对对 对 我俩还没有结婚呢 就是我也没叫他父母呢 我觉得以后如果兼父母了 也挺重要的呀 第一面的这个印象嘛 是吧 他就这么说 说我把他钱都给花了 他就这样的 那你说 他看他妈就是撒这样的活 那你说我俩在一块 他搭着我面一套被子 一套 那还不是怪你吗 你想想你把我钱 能够要回去呢 你要给我有富裕的话 我能跟我爸妈要吗 那你不能 那你不能这么的瞎白呀 我都觉得吧 他就是 以后不知道 怎么跟外人说我呢 从那以后都对他起了疑心 我这个不用怀疑了 他刚才已经说过了 母老虎 我不可爱吗 对 很可爱吗 我觉得我挺可爱的 不发鼻息的时候可爱 发一鼻息就母老虎一个 你看他现在都觉得 我哪也不好呢 我以后都对他起了疑心 特别容易翻他手机了 原来我不爱翻他手机的 就是我发现他有QQ群啊 QQ群的名字叫啥呢 叫有妻徒刑 妻子的妻啊 然后里边是啥呢 就是一帮嗡嗡当大老爷们 成这样吐槽自然老婆 怎么家暴他们了 怎么虐待他们了 那我也没天天说你啊 我没说你什么呀 那你看他们 那你是啥想法啊 我就想看一看 他这帮老虎 到底是怎么容忍 这媳妻的脾气的 那你不还是想 我现在脾气不好吗 那当时你怎么 你本来就脾气不好吗 那你当时你咋 对我百一百顺的呢 当时你没暴露出来呀 你暴露出来 我还不跟你在一起呢 我都觉得吧 我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你知道吗 毕竟我年龙在这块摆着呢 他太优质了 等于两个人一开始谈恋爱 谈得挺好 后来共同租了房子之后 发现问题出现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又幼稚 是吧 当面一套又背地一套 是 是这样吗 本来是一个温柔 可以照顾你的女人 后来发现 第一是照顾不了 是吧 第二还管你管得很厉害 是吧 第三可能温柔也不在了 是吧 然后这个 你又要结婚又想生娃 是这意思吧 对 你是只想结婚不想生娃 是吧 那你们俩还耗着干嘛呀 就要我说都不搞了呗 然后他非让我上这儿来 然后就说姐姐姐姐吧 你是要分手 对呀 你不想分 对 所以想看看怎么办 是这意思吗 好吧 三位来一起进入 西洋美容APP 秋比特问卷 现在有个很好玩的现象 就男生啊 叫童年期的无限延长 就他没过童年期呢 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他在家受他妈照顾 和你在一起之后 受你照顾 然后你看他的心态和孩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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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